去南極究竟去丹島還是去多島 南極的行程主要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就是最經典最多人去的丹島行程 大概10天的時間只會去南極半島 行程會覆蓋南極最主要的重點 包括看企鵝、鯨魚、冰川、海炮海將 以及南極必做Polar Plunge 這個也是我最推薦的行程 因為用最短的時間就可以去南極大陸 去完之後如果還有時間可以去阿根廷 或者南美其他地方玩 但這把行程你就只會看到體型比較細的企鵝 例如Chin Strap Adelaide和Gentoose 適合一些所謂南極 但並非企鵝狂熱者的朋友 每一間船公司都有做 所以促銷船票會多一點 另一類就是多島行程 總共56天以上 而它的行程就是 on top of 單島行程 加多一兩個島 而其中最重要的島 就叫做South Georgia Island 為什麼? 我給你看一張圖就知道了 成千上萬隻King Penguin 而且你在南極只會在這個島 看到這麼多隻國王企鵝 所以企鵝狂熱的朋友 多島行程就是你的不易之選 但如果想去多島的你 預算就要預留多一點 因為每間公司 一年只會一兩個團出發 好易就負責 和好少折扣 建議大家不少於九個月前 就要預訂了